好 首都之战封关民调 第三是谁呢 近半喊仓慕结舌 来看看怎么回事 这最新的来看一个封关的民调 在根据了联合报式化手机双底侧 抽样的电话访查 在台北市三藻都的部分呢 目前民调最高的是蒋万安36% 国民党蒋万安的近半就说 会持续既有的一个状态 所以选择步调也要继续深入基堂 那第二名是谁呢 是黄珊珊哦 27% 黄珊珊的近半则表示说 民调显示蓝绿对决 态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同步也来关心陈时中 在这个民调里面呢 只有20%的一个支持度 而他们的近半则说 瞠目结舌啊 会更加努力争取选民的认同 好 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蓝绿对决了 好 现在呢 黄珊珊的他的民调也处于 在这个民调当中 是处于第二名的一个状况 民调解析要怎么来看呢 其实可以说的是 陈时中目前 声势虽然下滑 但是由于民进党的支持者 挺陈时中的比率 只有73% 尚未完整归队 加上呢 仍然有33% 台北市的选民 肯定陈时中 担任防疫指挥官 期间有公平对待北市 对于陈时中担任防疫指挥官 期间的防疫的表现 也有37% 给出了好评 后续如果能够催出了 绿营的基本盘 以及满意陈时中 施政表现的人 选情仍然 有可为 不过来看的是呢 现在就有人爆料说了 其实来看的是呢 蓝人是解读联合报民调 蒋安的民调 要超过第二名的 这个第二名对手 8%到10% 这样才是比较稳的 才有胜选的把握 我目前在封关的民调 看来蒋安仍然 没有进入安全区 所以呢 来看的是呢 最后倒数11天 除了持续固守基本盘 也真的是不容大意 另外呢 来看的是孙大千的分析 他说如果看到 三立跟自由时报的民调 就可以看出一件事情了 就是民进党打算 一条路走到黑 力挺陈时中到底 他们不会去做 任何气宝的操作 胜率基本盘票会牢牢的 在陈时中的身上 张安就可以说是 稳操胜算 好 不过另外呢 台北市上个月 遭到泥沙台风的侵袭 题外车辆来不及 移出了泡水 所以很多的状况 包括汽车 机车都被毁 身兼民进党党主席 蔡英文总统之前 高举了终结黑金 赢回正义 不过民进党自己 却深陷了黑金的争议 台湾维新党台北市长 候选人苏范志指控说 民进党任用 有黑道背景的黄长国 成为了英系的核心的领导 蔡英文纵容了英系 操控司法体系的人士 导致社会治安的败坏 政府的腐化 这已经是代表整个党的堕落 他痛骂这样的错误 就是出在运用帮派人士 把持党政高层权威的蔡英文身上 陈世忠大概选举的组织 都是黄成果的 陈世忠宗教后援会成立 被视为是英系大佬前国策顾问 黄成果出席力挺 看得出来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台湾维新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苏焕智指言说 若陈世忠当选 有黑道背景黄成果 就会成为地下市长 如果这个陈世忠当选 其实地下市长 当然就是黄成果 你像这个 小英现在当选之后 他们权力有多大 就在陈世忠被爆说 坐车违规 一场内湖分局的王炳锐 跟总亲信洪耀福 跟内政部长徐国勇 同桌聚餐的照片曝光 后来警察校长陈泽文 五年前跟涉及洗钱案的 闭矿科技总裁林炳文 共赴豪宅招待所夜宴 交保两天后被发现 密会黄成果 那时候这个蔡英文 这个离开这个职务了 那离开这个职务 如果将来这个 新的总统不是他们的派系 那台北市就是他们 最重要的栖身之处 他的整个权力的 这个支援布局 就在台北市 所以这个是延续 这个蔡英文的影响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的棋子 这招片既说明了党政不分 又引以透露说绿黑的好交情 这也是苏焕智的担忧 民进党的反黑金价值 恐怕会注意崩解 所以黑道党部国阵一把抓 像担任国策顾问 到底目的是要教黑道如何治国吗 所以我跟苏焕智先生一样 也提出质疑 未来如果陈忧先生当选市长 黄成国会不会就是地下市长 苏焕智还指控黄成国 在京美的饭店 自从2016年开设以来 有六处违建 但至今违建仍未拆除 质疑说难道黄成国不需要关说 可批跟黄山山就会自动转弯吗 黄成国对于指控 也发声明博士 说自己从来没有去关说 还抢讲弯 别看不起出身中下 只不过黑白同框 到黑金层层的关联 与黑白共生的深层秩序里 人色跟本色一线之隔 城中有没有办法做区隔 接近郭先生的家里推广道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柯智恩跟江启成 14号晚间在大旗美地区 进行车队扫街拜票 莫代宣传车上 忧心讨论当地的险情 不仅说出了真心话 柯智恩很无奈表示说 真的是 这是以前最蓝的地方 现在变这样 江启成则是很无奈回应说 以前这客家都是蓝的呀 好 柯智恩也认为都是蓝的 现在你看这样 原住民也都是蓝的 现在也都不行了 20年没有执政 都去溜溜 好 当然呢 也同步来关心 战略高雄近三年的薪资 成长率8.91% 涨幅是六度的最高 不对此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 候选人柯智恩他痛批 高雄市不论是平均 每户每人 可支配所得 就击扣除所有必要的开支之后 可以支配的所得的部分 对不起我们高雄市六度 倒数第二 只赢过了台南 比起提出很多数据来包装政绩 房价物价都在上扬 可支配所得 才是人民最有感的一个数据 徐晃新领书账号 因为警咬令云测印的无良公关 遭到网军大量检举报复 结果被禁言六天 引发外界热议 不过徐晃新说 现在已经向领书申诉成功 领书官方致气 而且解释是系统判断的错误 徐晃新也向网友回应说 各位好朋友他复活啦 不过其实来看的是 现在选战到手即时 在最后十天是不得发布 任何民调数据 而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就指出 自己已经有听到风声 有人想利用这最后十天 制作假的民调 来带风向引导投票的走向 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奥步 听说有人要利用最后十天 做假民调来引导投票 那不惜一次被罚五十万 所以这种选举奥波 真的大家要注意 为了带风向 当然啊 因为有一些地方选举很激烈 那比如说新竹啊 新竹我认为非常激烈 新竹你现在问我谁会上 我真的讲不出来 我讲不出来 那可能就有人这种见招啊 因为有些人很有钱啊 有钱到他一次罚五十万不在乎啊 钱要花对啊 你不是说这样子 反而会帮你讲弯号到票吗 不啦我知道啦 可是你就不知道他会怎么弄嘛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 因为我只是在江湖中 听到这种传言 不是乌西加不是说我在号召 他也要公布民调 要募款 然后也要在十天之内公布民调 然后要被募款来拔钱 他是公开讲 有很多人是不讲的啊 有很多人是不讲的 这样反而有制衡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